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之后啊 整个辽宁队的一个打击应该是蛮大 在此前的经历了三连败 这种比赛结果可能对于所有的辽宁球迷来说应该都是难以接受 而且是难以想象的 还好在最近的第4场比赛当中呢 随着郭艾伦回归之后 那么整个辽宁队的状态也有所回升 并且最终呢是强势打败了青岛队呢 完成了复仇 当然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相比较结果而言呢 可能这场比赛 辽宁这边的损失的一个核心呢 更是让他们备受打击 所以呢 其实这场比赛虽然说赢得了胜利 但是可能对整个辽宁队的一个 内部而言呢 并不值得高兴 这个球员就是他们神射手 冲名城 当时啊 这个意外受伤的是发生在比赛的第2节中段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呢 辽宁队刚刚反超了比分 我们也看到的话 这个时候呢 青岛这边是持球进攻 许家涵呢 拿着这个球再进行一个突破 结果呢 这个时候辽宁队的冲名城呢 也是进行进行一个防守 并且不小心呢 是绊倒了对方那个球员 那这个时候非常尴尬的就是呢 许家涵也是倒地啊 直接是众生呢 砸砸在了这个冲名城那个脚踝上 并且导致后者呢 也是倒地 非常痛苦的抱着呢 一直在看起来是相当难受 所以当时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球队也是赶紧围了上来 并且最终呢 在对的一个帮助之下呢 从名城才能够离开 看得出来他这一次受伤真的不行 而且目前的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他已经是正式入院 后面的话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可能呢 还真的需要进一步的诊断 但是从他整体的表情来看的话 应该这种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整个辽宁队目前虽然说取得了一个胜利 但是整体情况呢 也并不乐观 尤其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实辽宁队在整个赛季当中 他们这个三分球投球能力呢 应该是比较糟糕的 那么球队当中的一个神射手呢 可能就比较依赖于崇明成这一个人 那么可以说他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替补 那么在这个时候在整个球队的一个状态 包括成绩都不太理想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现在神射手又突然重伤入院 很有可能导致常规赛都爆笑的情况之下 对整个辽宁队来说呢 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 而我们也了解到 那么其实除了崇明成这一次意外受伤之外的话 那么郭爱伦虽然说回归 但是在比赛结束之后 他的整体发言的感觉也是比较消极的 本场比赛郭爱伦的整体命中率 包括效率呢 也是一般般 但是总算回归呢 也是 符合了很多球迷的期待 但是在比赛结束之后 在媒体问到他说 这一次是怎么调整他的心态的时候呢 那么郭爱伦的回复确实是比较消极 他说呢 我的调整心态就是没有心态 那么这番话确实要很多球啊 这个球迷 包括媒体记者呢 可能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而且呢 好像是并不太积极的感觉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感觉郭爱伦呢 可能还没有彻底的打过瘾 或者说 整体的一个状态还不太对劲 还没有调整过来 可能确实目前 面对接下来的一个争战呢 还没有太好的一些态度和整体的一些心态 所以其实目前来看来整个辽宁队的一个整体情况呢 确实是相比较上个赛季呢 现在要更加糟糕 对杨明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目前来说的话 除了缺冰少将之外 我觉得球员那个心态啊 包括整体的士气呢 也是有很大的问题 就像此前经历三连拜之后 杨明在更衣室训话 去教训那些球员说的话那样的 那么其实这些球员不是能力的问题 而是比赛态度的问题 如果说接下来其实啊 这些球员还是继续整体的一个士气不能够上啊 整体的状态有问题的话 可能后续整个辽宁队呢 还有可能在季后赛遭遇惨败 毕竟我们也知道季后赛的一个整体强度 包括竞争力度呢 都会越来越大 如果说你不能够每一场全力以赴呢 很有可能就会暴冷出局 所以可能对整个广啊 这个辽宁队来说 确实后续的一个比赛要越来越注意 越来越用心了 才可以了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分享 我们下次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